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四川阿壩州汶川縣8月20號淩晨 遭遇50多年來最大山洪凝石流襲擊 房屋農田等受損嚴重 位於沃隆特區的龍潭水電站 出現洪水漫壩形成艷色湖 情況十分危機 這是汶川在2008年5月12號遭受大地震以來 再次承受大災害 8月20號淩晨 四川阿壩州汶川縣受強降雨影響 19個鄉鎮發生洪水 山泥清泄 泥石流 燕塞湖等災害 三江鎮 水魔鎮 棉絲鎮等災情尤其嚴重 另外 里縣 茂縣 松潘縣等地都有不同程度受災 三江鎮 岩先生表示 當地水最高淹到兩層樓高 財產損失慘重 具體死亡和失蹤的人數還不知道 目前有些人還在搶救中 數字應該還會增加 我們是大群在一起比較嚴重 房子也守在得多 也不在起房子中的房子吧 特別嚴重 陸有著我 回省不好熟 從水的比較多 水點不同 條通慢慢再恢復 耿達鎮 劉女士表示 11年前 汶川縣曾遭受過8.2級大地震 很多地方都被搖鬆了 一下暴雨就到處泥石流 有的村全被泥石流掩埋了 很多地方現在還有幾十名遊客 據陸媒報導 龍潭水電站大壩洩洪閘無法開啟 21號上午 水電站水位約1641米 高於低頂約4米 可能會發生潰壩 渥龍鎮王先生表示 龍潭水電站大壩發生洪水慢壩 形成了燕塞湖 耿達鎮受到很大影響 災情慘重 2008年5月12號 汶川發生8.2級地震 截至2008年9月18號 官報69,227人遇難 17,824人失蹤 其中學生死亡人數6,376人 失蹤1,274人 埋在倒塌校舍中1,107人 加起來8,757人 但2009年4月 巴蜀同盟會成員福虎市公布他們調查的死亡人數 是30萬人左右 學生死亡人數超過3萬人 新唐人記者雄斌 陳潔 採訪報導